小朋友最爱吃的奶酪棒,其实做法很简单,只需要一盒纯牛奶,三片芝士,一勺糖开最小火加热到芝士化开立刻关火 吉利丁片用冷水泡软,和牛奶一起搅拌至融化,到碗里冷藏至凝固,切成小块,奶香浓郁,比买的还好吃 马上就要放暑假了,你要是学会这个炸鸡腿,孩子再也不会吵着去啃得麦了 先把正经的鸡腿中间切开,再用刀背敲打,方便入味,放上葱姜,生抽,料酒,两勺奥良腌料,装匀后腌制半个小时 准备炸鸡裹粉,这是酥脆的关键,腌好的鸡腿先裹一层粉,然后过一下水,再裹一层粉,抖一抖就能抖出这样的鳞片了 六层油温效果炸,要用中小火慢炸,炸十分钟左右,两面金黄就可以捞出来了 真的外酥里嫩,你要不要试一下 广东名菜酸梅鸭,这样做不好吃你来打我 首先下羊肉煎到表皮金黄,翻过来,倒入姜蒜炒出香味 一勺料酒去腥,加入适量清水 蒸抽,老抽,白醋,酸梅酱,冰糖,扣盖煮三十分钟,最后大火收至即可 你们看,我们家这个麻辣辣椒面干一包 今天的新辣椒,新花椒做出来的,油麻油辣,饱死得很 我们下期见,油麻油辣椒面干一包 你们看 我叫做辣椒面 安逸不 今天的新的 是做的辣椒面 搞得来吃不 安逸得很 如果你有孔气炸果 五花又切块 放脑门上的调料 记忆的截图保存 沿着1200秒 用牙签串浅 放杂锅180度 烤20分钟 中途撒烤钻套 都好吃的烧烤料 好吃到原地起飞 火遍广东香港的绿豆西米路来了 清凉又结束 首先水开下入绿豆柠檬片 煮到绿豆出沙 加冰糖 搅匀放凉备用 水开下入西米煮20分钟 再扣盖焖20分钟 等待西米透明 冲几遍冷水才能更加Q弹 和绿豆汤一起搅拌均匀 冰冰凉凉 夏天怎么喝都喝不够 真正的红烧肉做法 是不加一滴水和一滴油的 五花肉加姜片料酒 一锅冷水煮出血沫捞出 另起锅放入五花肉 安全蛋 葱姜蒜 一包调好味道的红烧料 一大罐啤酒 小火慢炖50分钟 您学会了吗 很多人喜欢吃蒜香排骨 但却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吃 剁好的排骨加姜末 蒜末 洋葱末 盐 料酒 生抽 蚝油 抓匀腌制半小时 再把配料撇干净 打入两个顺产的鸡蛋 一袋小酥肉专用粉 均匀的裹满排骨 六成油温下锅砸 中小火砸8分钟即可捞出 外酥里嫩 太香了 我告诉你啊 大虾不要总是白酌了 跟我这样做 外酥里嫩比小酥肉还好吃 大虾去头去壳 加葱姜 盐花椒粉 少许料酒 腌制15分钟 碗中打一个蛋 一袋小酥肉专用粉 加适量清水 调成酸奶状 再加少许油 搅拌均匀 倒入大虾中 葱粉裹上粉浆 六成油温下大虾 炸至金黄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炸虾又香又脆 特别好吃 两个皮蛋和大米一起使劲抓细碎 抓成这个猫样 一定要加滚烫的开水 口感焖煮30分钟 瘦肉里加盐和胡椒粉 生粉一勺香油抓匀 倒煮好的粥里 加点青菜 营养又美味的皮蛋瘦肉粥就完成了